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QA時間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要教你們這個內容呢 是帶你們的跑步當中 如果做好這些事 帶你們成績可以再突破10分鐘 那這些事是哪些事呢 你們一定很好奇 做什麼事情可以讓你成績再突破10分鐘 其實非常簡單 有幾大項 第一個就是你熱身一定要充足 當你熱身沒充足的情況下 很容易在比賽當中導致前段有失速的情況 那你跑到一下子就會開始過度喚氣 橫割摸痛 都可能導致你前面的配速會有影響 那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你比賽當中的補給也很重要啦 那相關的補給影片呢 可以看這支影片的詳細說明 那重點呢 就是你比賽當中如果因為補給失策 可能導致你在整場比賽當中的後段 就會因為你的補給不充足 開始肚子餓 開始跑不動 這些都是影響你第二個跑不動的關鍵 那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比賽當中的配速也很重要啦 這邊有一些資訊欄喔 那配速會影響的呢 是你比賽當中 除了你這場比賽的速度維持多少之外 它也是影響你最終成績的關鍵 有些人會先快後慢 有些人是全部平均一次把它跑完 所以選擇對你最好的配速 一定會對你比賽可以再提升了10分鐘喔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簡單跟大家分享啦 做好這三件事情 保證你的比賽成績可以再突破10分鐘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對於跑步訓練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下方連結 我們DHRC開了相關跑步課程都歡迎大家來參加喔